大家好,我是神鼠宮 今天出了新的試煉挑戰了 我花了早上的時間研究出了相當多種陣容 只要看這一集 你就完全可以打通這一次的無限挑戰了 請大家先幫我按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再順便幫我按個讚 花了很多時間 所以大家幫忙支持 訂閱一下 首先我們要講到武將試煉 武將試煉這邊 其實會有三關 是需要敵方後排要先死 那這邊要打後排當然是用切後隊啦 那因為我打通了 我用這個畫面來代替 我是用這個陣容過的 那這個陣容過其實 黃鐘也可以再換 呂布也可以換 但是我是這樣打過的 孫上香、太史詩這些都切後排的 那其實這邊也可以去篩 鄧愛、張核這些專打後排的 那因為我是都還低薪 所以塞上去之後 輸出不夠 所以我多塞了一個呂布 那多試了幾次就過了 關鍵就是打後排的這幾隻角色啦 那有時候不過多試幾次就過了 那傷害不夠的話 補一些群攻的角色上去 去補足傷害 那最主要呢 就是這三關過不了的話呢 其他關過了 先來無限挑戰這邊 挑戰十次 拿到的點數 拿來這邊 以這個方向去做加點 全點攻擊的 再回去試武將試煉這邊 就會比較好過哦 那武將試煉這邊全三星通關之後呢 就要來我們的重頭戲 無限挑戰了 好我們先從低配開始講起哦 這其實就是所謂的低配了 這一個關卡非常非常的難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傷害都非常的低 所以這次呢 我這個陣種已經算是低配了 主要就是 星數火術長這樣 只有這個是五星 其他都是五火 再來就是 戰魂方面 後面三個全部弱點 前面三個戰役撥發 幻武的部分 貂蟬全開 那大橋我也全開 那你如果沒有全開的話 也是可以試一下 因為主要就是大橋這個增傷啦 那有大橋專武全開的話 傷害應該還會再多一點點 那這一個陣容的話 我打到了21萬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這邊 反傷取消 再來 異常狀態抗性也要取消哦 難度係數在100的情況下 這邊我可以打到21萬 那18萬滿常出現的 21萬要有一點點靠賽 所以就是多試幾試 再來就要進階囉各位 今天開啟了什麼武將 諸葛果 諸葛果今天可以招募的 趕快把它抽下去 必抽的角色 那諸葛果我只抽到了三火 那這邊直接把諸葛果代替上去 那這組陣容一樣可以打到20幾萬 那這邊如果有在研究角色的朋友應該可以發現 這樣的排序是不太對了 所以我就把它換了一下 諸葛果適合在前面哦 因為他越快 打出怒攻 越快觸發他的能力哦 那貂蟬也是 更快的觸發怒攻越好 但是諸葛果的話 他旁邊的角色最好要是男的 所以 將尾往上調 這樣的組合 障礙還會再高一些 那一樣哦 這邊異常狀態 50%一樣取消 反傷取消 這組陣容會更不錯 再來就要往高配版哦 那高配版的陣容 就是這樣 把馬雲露換掉曹操 我發現傷害非常的不夠 所以曹操的debuff好像沒有強到哪裡去 光靠姜維一個人輸出實在是不太夠 而且曹操的debuff沒上到 基本上就落賽了 貂蟬沒上到就落賽了 失敗率太高了 所以曹操換下來 再來把他往後調 這樣大橋在後面 可以幫姜維跟馬雲露做增傷 這個陣容的話 就可以順利把對面全滅 全滅之後呢 我的傷害是來到了40萬 接下來我就發現 既然不需要曹操了 那這個抗性 提高50%就可以把他打勾回來了 這樣可以去拚更高傷 那只有反傷是取消的狀態下呢 這個陣容繼續拚繼續拚 我用這個模擬器 去做連點 一直去做嘗試 這個上下線其實非常的高 大家不要氣餒喔 有時候就是只有這種幾萬而已 好傷害會很低 就是多勢 那記得一樣前面 戰役勃發後面弱點突襲 接著一直瘋狂的 嘗試就可以拚到56萬了 各位 有沒有對方全滅 哇這是53萬而已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傷害統計 大家可以看到 馬雲路跟姜緯的傷害 幾乎都是差不多的 非常非常的高喔 所以這個陣容是有辦法把對面全滅的 那潛能的部分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就好啦 21 32 大橋3223 姜緯也是2132 那最主要的 每敗退一個武將提升傷害這個 姜緯跟馬雲路都要點 我每次都是用這樣去打高傷的 那其他就無所謂啦 不是很重要 那我剛才看到DC有人用這個 跟我很像的陣容 但是呢 他的諸葛果是用曹操 他沒有換上諸葛果 那我有看到他也釋出了53萬 但是呢 你真的沒有要抽諸葛果 再去這樣做嘗試 因為我覺得成功率非常的低 可能真的是天選之人賽道的 因為 我有觀察喔 這一關我早上試的非常非常久 曹操要上對面Debuff 好難上 真的非常的難上 所以我才會嘗試把這個 異常狀態給取消掉 會比較好上 比較能打出高分喔 難度係數 170的情況下 還加上反傷 我自己試是試不出高傷啦 所以是這樣去試的 放曹操是用100比較好試 但是大家如果真的不行 就去試133吧 那如果有抽諸葛果 就把他放上來 這一組 肯定可以50幾萬的 因為我50幾萬好幾次了 那你的諸葛果如果有抽到無火 當然我覺得 可能會再更高 或者是更容易打到高傷 因為我自己才三火而已 再來我看到有人分享一些日版的資訊 有人這樣放 諸葛果放在後面 馬雲露放在這邊 姜維放在這裡 然後貂蟬的位置的話 他是放上了 王毅上去喔 是這樣放的 那 王毅這邊是無火 那我猜他應該也是 患武全開 邊 是難度係數全開的情況下 170喔 那用這個陣容 打到70幾萬 那DC也有人說是 打得到的 那這一組我自己是沒有試過啦 因為我的王毅 沒有無火 也沒有患武 所以不能試給大家看 所以這一組 真的能打到70幾萬嗎 這個我不太確定 可能 要大家去自己試試看的 因為我自己是沒有的 大家沒有王毅就用我這一組吧 那這一集 試了非常非常久 剛才也看了一下 DC大家的討論 基本上我這組 傷害還是算蠻高的喔 所以 這部影片對大家有幫助的話 請大家幫我按個訂閱 按個讚 希望大家都可以拼到高分 目前我現在也是排名第一 第二名已經掉到了20萬了 這一關真的非常非常的難 我也是試了很久才試出來 那之後幾天的無限挑戰 也會繼續分享更多的陣容 高分陣容給大家 操作頁啦 那感謝大家 這一集的收看 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